学 学长 请你收下我的情书 不要 那你要求你的遗书吧 发射法 少女 跟以上剧情没有关系 好的 刚刚两位猫咪已示范了完美告白的方法 今天走老师就用这团射击游戏来教导各位告白的三大诀窍 首先恋爱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锻炼自己的眼光 我就先以这五位魔法少女来当例子示范 他们分别是开朗的火系少女 拉男 讨厌的风系少女 舒芙蕾 冷艳的水系少女 加德丽雅 普魅的光系少女 普尔梅丽雅 傲娇的暗系少女 罗莎逆 娇羞的猫系少女 走路痛 怎样是不是很纠结 其实老师我玩过这么多日系少女游戏也不禁陷入选择困难 除去这两位讨厌鬼这三位看起来都很顾佳很实在 到底怎么办 我全都要 好啦 我勉强用删去吧 这位傲娇俏皮 但因为他今年方龄只有15岁 为了尽量不留下前科 我决定个爱让他自由 这位态度成熟 但他已经是适婚年龄比较不符合本游戏的体质 所以我决定选择加德丽雅了 但各位同学请注意 当你喜欢一个人最好先陪他逛逛果菜市场 或是摸头聊天换衣服 只要你常常帮女生换衣服 也就更容易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女了 再来是第二步骤 我们要先培养耐心 有了耐心与意志力 未来才有一颗健康的身心去跟踪伪行与骚扰女孩子 就像我们可以从无限手抽的过程中锻炼自己抽到五星的决心 大概就像这样 有没有当女孩子看到你连抽卡都这么认真 一定很放心把未来交给你 第三步骤就是准备好一个难以拒绝的告白绝招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你的心仪对象面前玩一款刺激的 STG弹幕直轴射击游戏并且对他说 我对你的热情一直在combo 随着心的距离逐渐靠近 你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并发出LoveMax的幸福光芒 一起散发激情畅快的爱因哦 太棒了只要你说完这些还没有被抓去关或被埋进土里 就一定能交到女朋友的就算没有交到也没关系 至少你还有 这路听唯一推荐 射击地外地亚 快来体验畅快的射击战斗发展赞 好想知道你的一百分会给怎样的人 请İouncer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